他是有響應美國號召啊 他可以說不是他做的決策啊 因為美國就是要求日本韓國 你們都要分擔一點嘛 那韓國就提供醫療物資啊 可是那也屬於軍員啊 因為是軍隊要用 軍隊用的醫療物資 對對對對對 所以他可以說他是響應美國號召啦 不是他自己介入啦 就好像上次那個波安戰爭 日本後來捐了很多錢哎 那你不能夠說他介入軍戰戰爭啊 那個是響應美國號召啊 可是日本確實啦 因為你日本人自己歷史要看更長一點 你不能只從明治維新往下看啊 因為明治維新你就會想你脫雅入歐嘛 那你就會自認為你是海權國家嘛 可是歷史上並不是這樣 你還跟唐朝學習過耶 你不要忘了 所以你如果要往大的歷史看 你並不是跟陸權都無關 不然你侵略韓國幹什麼 你侵略韓國然後想要建立滿洲國 不就是想要搞陸權嗎 對不對 所以你事實上 你事實上而且我後來看到一些報導 我才知道 日本還一度想要遷都啊 遷都到長春啊新金啊 就滿洲國如果真的讓他長期存在 那個長春新金是蓋得非常漂亮 而且日本的移民計劃是要移三百萬人過去啊 所以還搞那個什麼五族還是四族共和啊 你知道嗎 那只是後來他戰敗了 所以整個都不見了 不然滿洲國事實上那個就是一個陸權的表現 所以表示他還是這兩個地方在鬥爭啊你知道嗎 那只是說因為戰後就是美國得勝嘛 所以海權國家變成世界的主導嘛 所以他就一面倒向海權 那現在只是歷史在 就是該回復正常的力量都回來了啦 因為中國就是導大煤嘛 從鴉片戰爭1842一直到1949 這100年就百年屈辱嘛 他進入了歷史最黑暗的階段 可是歷史上的中國不是這樣 歷史上的中國就是東亞最大國家嘛 然後你如果去看他的歷史曾經有大概三到四次 都是世界第一 他歷史很長嘛2000年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如果歷史拉長一點啊 因為我跟你講很少人像美國這樣歷史端潛 所以歷史都看很短你知道嗎 我覺得像印度 印度這次就展現出這個文明大國 歷史大國的眼光啦你知道嗎 他看歷史看的比較遠 那日本事實上應該要有這樣的深度啦 事實上日本也有這樣的人啊不是沒有 你如果自己去看日本1000年的歷史 你就會發現你陸海兩邊你是可以平衡的 可是就是被美國抓得太緊了 不過這個是亞洲的變化 那這個世界局是因為烏克蘭戰爭 你剛剛說有很多的這個驟靈都被召喚出來 包括芬蘭 怨靈 怨靈都被召喚出來 包括了 地人政治的怨靈 芬蘭 瑞典 德國現在也重新要對於他的這個軍事防衛力量 加大投資 德國現在又重新回到歷史上的這個疑惑 第一次大戰第二次大戰都是這樣發生的 所以他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啊 他到底要成為怎樣的國家啊 他的生活空間在哪裡生存空間啊 那他一定要回答這個問題啦 因為你想你現在 軍費要提到GDP的2% 1000億歐第一次嘛 你總不能還繼續當美國的尾巴吧 雖然美軍在德國有最大的軍事基地 人數超過3萬人 比日本還多啊 那可是你要想你的未來啊 因為你 因為你是明顯就是第一大國嘛 德國的GDP是3.8兆 法國才2.6啊 那可是因為你是戰敗國嘛 所以就一直不好意思自己獨大 所以都是跟法國聯手啊 可是馬克宏你就覺得他常常胡思亂想 你不覺得嗎 法國常常這樣戴高樂也是啊 我後來知道一段故事啊 北約總部本來要是在巴黎你知道啊 那法國那個戴高樂嘛 戴高樂就說 你美國這域外國家你怎麼可以是在這裡 就把他趕到布魯塞爾 比利時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法國人就是那個獨立性很強啊 可是他就是 明明只有經濟倉的實力 老是要做頭的很倉啊你知道嗎 有點這個味道 德國是有頭等艙的實力 老是去做經濟艙 因為他戰敗 我跟你講歷史上很多 他有內心的這個自卑感 我們這個世界有很多國家 都是經濟艙實力 老是認為自己該做頭等艙啊你知道嗎 印度也是啊 那土耳其有時候也是啊 那伊朗有時候也是這樣 那因為他們都有偉大的歷史啊你知道嗎 那有的歷史是1000年以上啊 比如說伊朗 一推就推到波斯帝國去了啊 那實在是太遠了這樣 不管怎樣啦 反正不管怎樣 有企圖心是好事啦 可是就是這個 德國 因為他 常常因為找不到定位 找成歐洲出事你知道嗎 所以他這個問題一定要面對啦 就是你跟法國 可能要好好談一談吧 因為馬克宏沒有這個實力啦 法國沒有這個實力啦 我跟你講啦 比如說你看 馬克宏一天到晚就跟普丁熱線嘛 沒有任何結果啊對不對 所以民調就一直跌嘛 跌到跟LeBank差不多你知道啊 那 應該可以過關吧 會了會過關 因為那個馬朗翔已經第三名了 也是左翼 那他有22%嘛 那他已經表示會支持馬克宏啊 可是有兩個變數啦 我們選舉沒有百分之百的 第一個變數就是 俄烏戰爭如果 烏冬戰爭開打 那通膨肯定要拉緊 而且美國一定會宣布第幾波 不知道第N波的制裁 那法國沒有辦法跟 一定要跟進嘛 那跟進你通膨又會再惡化 那通膨就是 馬克宏現在最大的問題 因為我看到了數字啊 一公升的汽油 現在在法國是2歐 你看有多貴 一公升喔 那這個就是一個變數 因為通膨影響的就是東下城階級 那第二個就是 在黃佩馨運動的時候 馬克宏有得罪那些左翼的功潰 那那些人都是馬朗翔的支持者 可是他們可能會因為這樣不投票 投不下去 就LeBank他也不投啦 可是我投你投不下去 因為馬克宏一直是 法國社會黨內閣裡面的右翼 他雖然是社會黨內閣 可是他是投資銀行出身的 然後那個時候他當的部長叫做 產業更新加資訊部部長 是這種部長 所以基本上跟勞工是比較遙遠的啦 所以在黃佩馨的時候 大家就認為他背叛工人 那有些人記憶還在啦 因為法國人真是 就是要命啊 這些人就是超愛吵架的 我看過一本書啊 那個Charles Steele寫的書啊 叫Contentious French 書名就叫這樣啊 愛吵架的法國人 愛爭議的法國人 法國這次的投票啊 如果你把LeBank算在內 極右加極左的總得票率是51% 哇塞 他的中間怎麼這麼窄 那社會黨跟傳統那兩個 那個自由派的那兩個黨 被壓縮到這個程度 所以這個國家坦白說啦 不管誰當選啊 馬國王當選 也是要面對這個狀況 那極右跟極左有一個共識 就是都要退出北約 所以我跟你講啊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的就是 法國跟德國一定要想清楚 你要不要建立歐洲的國防軍嘛 那這次就要真的拿出破例來 因為美國的力量已經滲透進來了 他不只有北約來牽制你 而且歐盟27國 美國跟其中的12國 是有很親密的關係的 以波蘭跟立陶宛為首 所以他要來攪你的局勢很容易的啦 那這次又加上比如說捷克啦 斯洛伐克啦 這些對俄羅斯更有意見嘛對不對 那美國又要拉攏這12國 那是必然的啦 他一定會變成歐盟裡面的 親美的次團嘛 所以德國如果沒有想清楚啊 那他跟法國未來的命運 恐怕歐洲就是又回到美國主宰這樣的歷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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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阿尼